大家好 歡迎大家來到PolyEU與你 Online Lecture的series 今天我是今天的講者 Wayman Lo 陸偉銘 我是一個物理治療師 今天的題目就叫做Physics 101 for Visual Therapist 就是物理治療師101 有些人可能問為什麼我們題目會叫101 其實因為很多時候在外國 他們的一些很基本的課程 他們課程的數碼和code 都會用101 因為今天我們都是講一些比較基礎的 物理治療方面的東西 所以我就用101這個字眼 其實今天我們會講些什麼呢? 今天首先我們會講一下什麼叫物理治療 也會講一些常用的物理學的原理 以及它在物理治療方面的應用 最後也有一個問答的時間 歡迎大家有什麼問題可以寫上來給我們問 大家如果有問題或者在講的途中有問題 想得到都歡迎大家在聊天室那裡發聲給我們 我們就會在這個文章的尾段的時候 就會找一些問題出來幫大家解答的 首先我們就開始物理治療 其實大家都會看到物理治療中文的名字很直接很簡單 但是英文方面其實有兩個常用的字的 一個就是叫做physiotherapist 就是物理治療師 但是也有一個字叫physical therapist 其實兩個字的意思是一樣的 不過在北美那邊很多時候都用physical therapist 這個字 代表物理治療師 但是由於他們用physical therapist 這個字 大家都很明顯知道它就跟physics都應該是有些關係的 其實我也想大家知道大家有時候現在在學校 或者現在在網上溫習都會很悶 有時候都會想一下其實物理學計這麼多數 做這麼多東西其實有什麼意義 有沒有什麼實際的應用呢? 其實我們今天就想給大家知道一下 其實物理學在醫療方面 特別在物理治療方面有什麼應用的一個方面 可以令大家多一點興趣 大家在這個圖都會看到物理治療師其實有很多工作的 例如他們會利用力學進行一些肌肉的鬆弛 有些人受傷 你又看到很多時候很多重要的比賽 比如球賽、奧運的時候 物理治療師都會幫運動員做個準備功夫或者復康 有些老人家、小孩子可能因為不同的原因 例如跌倒骨折 又可能因為腦神經受損傷 需要重新的康復 物理治療師都會參與的 那麼我們用什麼方法來幫病人康復呢? 其實這個方法很簡單的 我們叫做物理治療 很簡單就是我們利用一些物理學的媒介 以及原理來幫助病人達到治療的效果 常用的物理學原理例如電力、水力、冷、熱、光學、磁療、運動手法和一些手法治療都是我們常用的 我又給大家看一些例子 讓大家清楚一點知道這是一個什麼的應用 這是一個比較常見的例子 比如在這一方面我們利用光學 我們例如會用紫外線、紅外線、激光 幫助病人的傷口康復 亦都可以有止痛的效果 另外電流方面我們可以利用不同的電流 幫助病人刺激他們的神經線 或者刺激他們的肌肉 讓他們能夠有肌肉重新建立的力量 亦都可以幫助他們達到止痛的效果 那麼升波我們就會利用超升波和衝擊波 是升波的一個不同的類別 幫助病人做這個治療 另外我們會利用冷暖這個感覺 我們會利用冷的敷冰、冰療 幫助病人消腫、止痛 又會利用熱療幫助病人增加血液循環 令肌肉放鬆 讓他們能夠達到這個治療的效果 所以你發覺其實很多物理學的原理 剛才所說的都應用的 既然講到這裡 我又講講另一個都比較多重要 大家亦都容易一些 應用得到的東西 例如大家看看這一樣 原來我們常用在物理學上面的原理 在物理治療方面 由這幾個最常用的 例如牛頓的力學 大家可能在Physics整個溫書 經常都會記得那個第一、第二、第三的定律 我都不需要詳細說它裡面的內容是什麼 但是怎樣應用 稍後我們可以看看 另外槓桿原理 也是一個我們經常都會應用的方法 另外一個扭力 有關力學加上槓桿的距離 另外力的平衡 這個也是在應用著 牛頓病理裡面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好,事不宜遲 我們講一下 其實實際上我們怎樣應用這些原理 大家看到前面這位是哪一位 當然大家第一件事看到他在玩蘋果 但是其實另外他給了很多蘋果打破 其實這一位就是牛頓 其中一個人他發明發現了地心吸力 這個這麼重要的一個元素 地心吸力其實對物理治療 真的有很重要的作用 我就舉個例子給大家聽一下 大家最近為了什麼事大家要留在家裡呢? 大家都知道現在最近最大的問題 就是有一個新冠肺炎 令到很多人都要留在家裡避炎 但是原來物理治療師跟這件事都有關係的 原來我們物理治療師 是會幫一些有空肺問題的人 例如肺炎的病人做治療的方法 好像這個X缸就是一個例子 這個是一位有肺炎感染的病人 大家會看到什麼呢? 大家會看到這個X缸裡面 有很多一棵棵樹枝的白色的東西在這裡 其實這些就是積聚了分泌物 就是我們俗稱有些痰的地方的肺部組織 如果大家比較一下旁邊這個圖 就會看到其實我們的氣管進去之後 有很多小的支氣管 那支氣管有不同的方向 其實大家可以想一下 好像一些一串提子的不同的叉這樣一個位置 如果病人有些痰然積聚在肺部的下面 好像這裡這樣的情況的時候 他要用咳的方法將痰清出來是有些困難的 如果是這麼困難的時候可以做什麼呢? 這個時候物理治療師就會進行我們的工作來幫他們了 我們今天很熟悉生物解剖學 以及懂得用物理學的原理 我們就知道每一個肺部不同的部分 它那個支氣管的位置的方向 所以我們就會利用這樣的知識 將病人不同部分的時候 將他身體的部分傾斜 利用地心吸力幫他把痰排出到主的氣管方面 讓他容易把痰清出來 其實這個原理就非常簡單的 完全都是利用地心吸力的 大家這張圖就看到了 我們現在將一位病人 放在一個傾斜的位置 他的頭比起他的臀部是比較低一點 利用把他部分的痰慢慢放鬆 讓他利用地心吸力讓他流出來 但是這樣有時候都不是這麼容易做得到的 尤其是很多痰或者痰很稠的時候 我舉個例子來大家想一下 大家有沒有想過 現在好像現在這樣 大家經常都要用手精搓手液去搓手 但是有時候那些手精搓手液都很稠的 很難倒出來的 大家會怎麼樣? 首先將瓶倒轉它 然後將痰椅子抖出來 然後一直抖的時候 就希望地心吸力等那些手精搓手液出來 但是有時候都不行的 大家會做什麼? 拍一下瓶震一下它 就讓它可以震鬆一點 快點流出來 這個原理其實在物理治療學上面 我們都會應用的 我們就會利用一個叫做痰 譬如吉祥這個方法 我們利用我們物理治療師的手力 就將一個力量傳入肺部 將痰震鬆它 讓它更加容易流到主器管那裡 讓病人就更加容易將痰吸出來 所以這個就是第一個利用了地心吸力 再加上一些力學的原理 幫我們的病人清除它的排淡 這是一個物理治療 應用在物理學上的第一個方法 地心吸力的應用不止這麼簡單的 還有第二個簡單的用法 我就想大家看一下這一張圖 這張圖我有兩樣手中大家要留意的 大家要留意的 我們想說的就是肌肉叫做寬外展肌 大致的位置就在大家的臀部的左右兩邊 兩邊都有的 這個肌肉有什麼特性呢? 這個肌肉其實就是把我們保持我們的盆骨做平衡 特別是我們做單腳企的時候 這張圖就會顯示到 這位先生當他用左腳單腳企的時候 如果這個肌肉是正常的運動收縮的時候 他的盆骨就可以保持一個水平 但是如果這個肌肉因為一些原因 例如病或者有其他原因 令他不能夠正常運動的時候 他就發生不了力量 他就會令到對方另一邊的盆骨 沒有辦法升起了 這個就看到很明顯 盆骨就會向下跌了下來 令到這隻腳好像長了這樣 這個我們就叫做一個 正的傳染症 這個是一個病徵來的 是我們作為物理治療師會看的 其實這個肌肉 如果有這個問題的時候 我們怎麼能夠證明它的力量 原來在臨床上 在醫學臨床上 肌肉的力量 我們可以用了方法去測試它的 我們這個方法就叫做肌力測試 物理治療師或者醫生 都會用一些方法 來測試病人的肌肉的力量 而測試這個肌肉的力量 我們的國際標準 就是全部都是用地心急力 作為我們的一個指標的 那個分別就像下面一樣 你會見到我們將所有肌肉的活動 它的能力我們叫做級別 分開以下這麼多級 從零級到五級 三級就是中間的分界了 三級的意思就是如果那個肌肉能夠全範圍地活動 以及能夠對抗地心急力的時候 完成做得到 那它就獲得三級的肌肉力量的分數了 如果它能夠在做到這個情況之下 所能夠抵受不同級別的阻力 那它就會獲得四級或者五級 那最大力的人當然是五級 但是有些人就做不到 它不能夠將腳 就能夠遞到腳上去的話 它就需要不能夠對抗地心急力了 我們就要將地心急力消除 於是我們將它轉到一個位置 將地心急力承受了 如果它轉了沒有地心急力影響之下 都能夠做到全範圍的活動 那它就會達到二級的肌肉力量了 但是如果在沒有地心急力影響之下 它都只能夠做到一部分的活動 它就只有一級 如果完全動不了它就會零級 所以我們就能夠這樣來分辨到一個人的肌肉力量 如果有些同學想練大隻的 當然是想練到自己的肌肉能夠四級、五級 但是怎麼能夠練到呢 就是說你第一件事 練的時候要抵抗肌肉地心急力 第二件事又要加的負重才能練得到 這個就等於大家日常會做些鍛鍊了 這個影片大家會看到 就是說這位病人現在做的動作 就是將腳寬外剪肌向上提起 對抗地心急力 你都看到一個治療師將手放在這裡的話 如果病人提起的時候沒有問題 我們就可以在這個同時間給一些力量阻礙它 看看它能夠抵受到多少力量 如果抵受得多一些和少一些的 我們就可以分辨到它是屬於四級還是五級的力量了 但是有時候病人就不行的 就像這個例子一樣 在這個時候你就會發現 我們就要承托了它的腳 讓它沒有地心急力的影響之下 這個寬外剪肌就可以做到一個活動了 如果這個病人好像現在這樣能夠轉到全程 但是承托的話 它就是屬於二級的肌力了 這個是我們日常應用地心急力的一個好的例子 除了與此之外 我們都會看到其他的工作的時候 我們的病人不同的級別 這個不是最重要的 我們知道找到它的原因之後 最重要是做的什麼 就是幫它做訓練 我們當然要幫它的機力重新訓練了 這個時候我們又要利用一些物理學的原理了 剛才大家說到我們知道已經二級的時候 我們要將地心吸力消除了 所以你發覺我們好像這個時候 就利用一個滑輪和承索的懸掛系統 將病人的腳承受 承起了 令到地心吸力不需要它負擔 於是病人就好像很輕鬆地做一個寬外剪肌的運動 就算它只有兩級肌力的話 我們都可以慢慢幫它鍛鍊肌肉的力量 另外我們可以利用水力 水療的時候利用水的浮力作為一個助力 讓一個肌肉如果不夠肌肉力量的話 可以幫助它能夠做一個運動 但是水力很有趣的 除了做一個幫助之外 也都可以做阻力的 我們如果一個病人的力量大的時候 我們可以利用水的擾流的力量 製造一個困難給它 所以水療也是物理治療 一個運動的一個方法 利用不同的力量 好了 用完這兩個方法是通常比較弱的病人 如果聰明的病人我們會怎麼做呢 就像這裏一樣 你會看到我們可以照樣做同樣的運動 但是這個時候我們可以在身體不同的位置 給一些阻力或者服從 例子就是大家可能照樣做外剪的動作 但是在這裏 比如綁一個沙包 或者可能將一個一公斤的沙包 綁在膝蓋的位置 或者將這個沙包綁在這個腳眼的位置 大家猜猜一下哪一個綁法會令病人要鍛鍊得更加大力呢 沒錯了 就是綁在腳眼的位置 為什麼這樣呢 其實雖然同樣都是一公斤的沙包 但是因為當一公斤的沙包 再加上這個不同長度的槓桿的話 它就產生的力量 一個torque的力量就會比較不同了 所以我們就利用另一個物理學的原理 就是有關這個槓桿原理 當它的槓桿長一點的時候 它產生的力量更加大 所以如果你想做訓練的時候 初頭你可以放在膝蓋 你慢慢增加的時候 就可以放在腳眼那裡 所以不一定 為了要訓練就要不斷地增加重量 一度增加到100公斤這樣 不需要的 我們可以在不同的位置 放在那個阻力 都可以達到目的 除了用這樣的方法 我們都可以在不同的位置 利用一些阻力帶 大家現在很多時候都看到 很多人都會用阻力帶 很多顏色這樣 它其實就是一些好像橡筋那樣 利用彈性來製造阻力給肌肉 你發覺好像在這個情況 病人可能躺在這裡 先綁在膝蓋那裡 盡量運動 或者站在這裡 令它增加那個寬內展肌的力量 當它做得力量好一點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綁在一個軟一點的地方 例如腳眼 都同樣做這個動作 自然它的困難度就會增加 所以物理治療師就會利用這個 地心吸力 再加上槓桿的原理 幫助病人做肌肉的訓練 這個就是我們日常團員的工作 講到這裡 我們又可以再看看 我們又看看下一個動作 我們會做什麼呢 這次就想考慮一下大家 再用一種應用的方法 就是我們其實想研究一下 一個人如果走路的時候 其實他的寬關節會承受身體的多少重量 大家有沒有想過這個問題呢 這個問題其實為什麼會影響大家呢 因為原來這個問題 都有很多不同的長遠效果 或者後果會影響到大家的 所以大家作為一個年輕人 或者我們每一位的市民 如果你知道了 我們怎樣照顧到 保護到自己的關節的時候 對自己的健康 是有很重要的點亮的 我想大家研究一下 假如我們 假設有一個人60公斤的體重 這個是大約中等的重量 如果他一個人 兩隻腳站在那裡的時候 和他一隻腳站在那裡的時候 他的寬關節 他的承受的重量會有多少呢 我們就可以利用物理學的原理去計算一下 讓大家取得一個答案的 開始之前我就先做多一點點東西 讓大家認識一下 其實寬關節會看到什麼 這個X桿圖 大家會看到這一支 就是我們俗稱的鼓骨 有些人叫它大腿骨 有一個好像波那樣的東西 就會插在這個盆骨那裡 跟那個盆骨連接 這個就是我們的一個叫盆骨 這個就是 我們正常身體的重量 在我們身體的部分 就會一路傳下來 經過盆骨 進入到我們的腳那裡 就傳下去地下 承受整個身體的體重 這是一個人的正常活動來的 但是什麼承受到體重呢 當這個體重走來的時候 我就靠在骨旁邊的肌肉 就是這個寬外戰機 就會收縮保持這個盆骨的平衡 我們剛才的例子就是這樣來的 這個圖就是再闊一點給大家看一下 當我們有個重量的時候 下來的時候 再有肌肉 由於兩個力量向下的時候 就會自然有個 關節這裡就會承受一個 對抗的力量 這個記不記得 是牛頓的第三段來的 一個action and reaction force 我們就會又出現了這個情況 在這個時候 我們就會發覺 有很多力量會加進去身體的 包括了身體的體重 寬外戰機的力量 以及幾個力量 這幾樣東西 加起來都會產生了一個效果 在寬關節就成為它一個負荷的力量 而我們說的負荷 在關節裡面受的力量 我們英文的名字就叫做John Reaction Force 其實我們說的就是在不同的力量 加注於在寬關節的時候的力量 如果我們正常是一個 站在靜止的環境的話 其實那個盤骨是應該平衡的 我們就可以利用一個方法 來計算到 其實我們身體是應該承受了多少的力量 大家如果把剛才的玩偶 簡化一些它 畫成像現在的圖一樣 大家就會看到 這個就是鼓骨 這個就是支點 就是那個寬關節 一邊就是身體重量 另一邊就是肌肉力量 現在大家看下去 看到的是什麼呢? 沒錯了 這個就是大家在物理學上 也都認識的另一個 很常見到的東西 就是槓桿原理 大家都記得 槓桿原理其實是有三個類別的 有第一、第二和第三的 如果根據大家的經驗 大家的知識 你覺得這個是屬於第幾類的槓桿呢? 大家想一下 記得支點在中間 重點在一邊 力點在另外一邊 這個情況下 沒錯了 就是大家所提出的 就是這個屬於第一類槓桿原理 亦都是代表了 我們為什麼在物理學上 亦都應用多了一個原理 就是槓桿原理 那我們開始嘗試一下計算這些數 但是這樣 我就跟大家說 由於今天我們就不是真的做一個 很嚴謹的計算學的一個實習 所以在中間我們會有一些假設性的東西 在這個題目裡面的 所以大家就不要有時吹無投資 要注意的太多要以那個數值 要很準確小數後幾個位置 我們這次希望利用一個比較簡單的方法 讓大家對於那個數量 或者對物理學的應用有一點點概念而已 所以數值方面 我們不會追求到小數後幾個位置的認真的 但是希望大家能夠明白到 利用力學在物理學的應用 我們就剛才說過一個人 我們剛才假設有60公斤是重 我們在生物學上 我們應用知道一個人身體的重量分佈 大約每一隻腳就是身體六分之一的 於是由於這樣的話 我們知道有兩隻腳承受在下面 身體的重量將那60公斤 就是六分之四 就會加由這個盤骨傳給兩隻腳 所以就會有40公斤的重量走下來 大家記得那個方程式 F等於MA 力量也跟加速有關 這個向下的時候 加速的A 加速就只有地深吸力 我們就不會用9.81這個數值 我們簡單一點用10來做 它就是說有40公斤的力 再加10那個 然後乘下來 但是因為我們有兩隻寬關節 就是兩隻腳去承受 所以那400N的力量 就不會一邊承受一半 所以在那個寬關節裡面 它承受的力量 當它站在那裡靜止的時候 就大約是200格牛頓 這個多不多呢 其實如果比較體重那裡 它就一定是比體重的 它一定是比體重的 因為它有兩隻腳的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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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一個很基本的數值 好了 我們做少一點 複雜一點的分析 如果我們這次不是兩隻腳站 是單腳站的情況如何呢 我們假設這次的人是單腳站 用右腳來站 即是左腳會引起 那情況又會怎麼樣呢 其實呢 它的情況一樣都是一個槓桿原理的 不過呢 有些不同就是說 由於它左腳縮起了 那就是左腳的重量 都要給身體那裡承受 所以換言之 體重加下去 就不會是剛才的六分之四 就是六分之五 將腳的六分之一都加起來 所以它就會有五個公斤重量 再乘以它的槓桿原理 這個身體距離的位置 就比較寬關節外展肌的距離這個位置 我們就可以利用這個兩個方程式去平衡 那記得由於它這隻腳之後 它的身體的重心是會有一個偏移的 所以它距離就會增加了 所以這個肌肉一定要發生足夠的力量 才可以令到那個盆骨能夠做到一個平衡的 那麼我們如果用這個簡單的方程計算出來的話 我們會計算到在這個肌肉 就需要產生1250N的力量 大家不要說這個力量就夠了 因為原來我們有500N是由這裡走下來 這裡有1250N也下來 所以如果要平衡這條算式的話 就會將會是這樣的數值加起來 就大約是1750N 那原來這個總數 大家想想一下剛才我們那個病人 本身的體重是60個公斤而已 那就是60個乘以10 就是600N 那就是說接近是體重的三倍 那不然之呢 如果一個人單腳站的時候 它的寬關節就會承受大約是體重的三倍的重量 你也不是說不是很厲害的 那如果經常這樣承受 如果那個人經常都單腳站 那自然那個寬關節的負荷就比較大 那我們應該做些什麼好呢 那當然要盡量做這個方法去減輕它 其實有什麼方法去減輕它呢 第一個方法大家都好清楚的 最好減輕的重量 如果本身身體的重量是比較輕的話 就算你承受身體三倍的體重 那也是會相對小一點 第二個方法就是 那個槓桿原理是因為重心移開了 所以差了 那如果我靠近一點 不要讓身體移那麼多 是不是會好一點呢 沒錯 就真的會好一點 所以你發覺有些人 如果他真的那個寬關節不舒服 或者腳不舒服的時候 你發覺他就會走路的時候 突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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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他避免將重心 轉移到另一隻腳那裡受重那麼久 所以他就會突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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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但是對身體其實也會有影響 因為你經常突然突然走 對身體腰部或其他部分 都會有些不良的影響 所以我們都不建議大家會這樣做 所以另外一個方法 就實際一點的 就是利用力學的原理 我們可能就利用一些做行用具 例如拐掌、視的那些幫病人 產生另一個附加的力量 利用手力去承擔了一部分的壓力 到他的關節裡 這就是另一個比較好的方法 所以我們就會建議 如果有些人因為真的關節受損傷 不舒服或者力量太弱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利用一些做行用具 去幫他減低他的負荷 到這裡我們又要考考大家了 如果大家會想到這個問題 我們可以利用一些做行用具 去幫他們減低重量的時候 我們就想一下 假如我現在前面有一個朋友 他弄傷右邊的腳 他右邊的關節就比較痛 那個寬關節就很痛 現在我就想利用一些做行用具 去幫他減低重量 他弄傷真的不是骨折 所以他的腳可以放在地上 我們就可以用一支視跡去幫他手 究竟把視跡放在左手拿好 還是右手拿好呢 可以幫他好一點呢 大家可以試試想一下問題 究竟應該放在左手還是右手 大家可不可以告訴我 大家會覺得怎樣 大家如果知道左和右的時候 可以在聊天室打給我們 讓我們知道 你覺得是左手還是右手 我現在給大家五秒時間 大家可以試試告訴我們 究竟你是選擇放在左手 還是放在右手呢 我看到有些人寫右手 好啊 有沒有其他人有不同的想法呢 當然了 這個答案就是五十五十 很簡單 一定不是左手還是右手的了 大家就一定要決定一下答案了 其實我們又要用科學方法去解決問題 究竟左手和右手呢 不如我們又利用力學的方法去解釋一下 去分析一下 其實應該左手還是右手哪個是好一點的 好我們試試做第一件事先 就好像大家這樣說 先用右手 我們叫同側 放在同一邊 右邊痛我們用右手拿回視跡 其實情況是怎樣的 如果情況是這樣的時候 那個圖大約會是這樣 病人就會在這裡 身體重量依然下去 但是視跡就會在右邊這邊 正常來說 我們拿視跡用手承下的力量之後 由於視跡會在身體和寬關節的軸心有一個距離 所以我們就會有不同的力量了 這個時候體重的力量向這裡 收縮肌肉力量 這裡有一個力量比回去 我們就可以利用一個計算了 由於這個距離 通常的比例 這個距離 我們假設是一比三比三的時候 而那個人的手不用用很多力的 用大約十公斤的力量去做平衡 我們用計算式 用剛才的槓桿原理那個力量的平衡 我們會計算得到 其實那個力量在寬關節上產生的力量 需要用來做平衡 只是一百八十個牛噸 其實那個力量是少了的 寬關節那裡 由於這個力量少了 我們跟著比較 就發覺那個關節受的壓力 其實大約是七八十個牛噸的力量 原本體重六百來講 其實是差不多 絕對沒有最初那個單腳企的三倍那麼重要 它只是大約一倍多一點 這個方法不錯 那是不是就是用右手最好呢 我們不知道 不過我們先看看另一個計算 如果我們這次不放在右手 我們放在左手的時候 那情況是怎樣呢 我們同樣的原理會計算 但是我們發覺一樣東西 原來我們放在左手的時候 由於這個距離是增加了很多的 比起我們放在這邊 所以就算我們即使用同樣 都是十公斤的手的手力 由於增長了這個槓桿原理的距離的話 所以它產生的那個力量 也都更加明顯了 所以我們發覺寬關節外展機的力量 只是需要七十個牛噸 就是需要很少的力量 就可以產生平衡的力量 而最後總數加下去寬關節都要受的壓力 只是六百七十個牛噸 比起身體的體重來講 真的是很接近 所以如果我們這樣的話 我們把它做一個總結 大家會看到 如果同樣在不同的情況 我們那個寬外展機的肌肉 要產生的力量 那個關節承受的力量 比起身體的體重的比例 如果兩隻腳一起站著的時候 基本上寬外展機就不用特別的肌肉力量 而關節承受的體重大約是二百個牛噸而已 大約身體的體重三分之一 但是如果我們單腳站的時候 就會增加到肌肉就需要增加到倍數的增加 而承受的力量大約是體重的三倍 但是如果我們利用一些助行用具 例如視的去幫忙的時候 大家就會發覺 如果放在同側那邊的時候 力量比起兩個是很明顯 看到肌肉的力量需求是減少的 而在這個負荷和這個關節的力量 也是比較少 但是原來如果我們放在另外一邊 比如在右邊有事 我們用左手抓視的 發覺肌肉和實際的力量是更加少的 所以如果基於這樣的方向 大家就知道原來如果我們真的有這樣的需要的時候 我們只要利用這個方法 將我們推介的那個用家 將我們的手用在一個同側那邊 來抓你的狀用具 就會大大減低關節的承受力 就會痛楚各樣的東西都減少了 所以這件事情就很重要了 如果負重多了其實有什麼毛病呢 我們其實看回這張圖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留意 這張圖就是如果一個人 不正常的關節負荷多了 它就會產生我們俗稱叫做退化性關節炎 你會看到它的寬關節 那個位置在這裡的距離減少了 那個寬關節也壓扁了 長期就會影響一些關節了 所以我們在能夠做到的方面 能夠大家儘量平日都會減少那個負荷的 這個就是我們的原則了 講到這裡我想時間都差不多 不如到這裡我暫時停一停 看看大家有沒有什麼問題想問一下我們 首先看一下我們的問題方面 咦這裡好像有一個小小的問題 有些人就問如果是這樣的話 這樣是不是握兩支就最好呢 其實是對的 如果根據這個力學的原理 如果你握兩支拐杖 就是左手右手都握著拐杖 就一定能夠更加減輕了那個關節的負荷能力 因為你多了兩邊的力量 左右的槓桿一起幫忙 所以這個在力學上絕對是接受得到 還有是一件好事的 不過又這樣大家也要看一下 大家都很多年青 也都說大家日常生活的時候 如果我們叫你兩隻手都握著拐杖 那有些什麼問題出現呢 簡單來說大家覺得不好看 另外就是大家會少了一隻手去做事 大家沒有手握著那個電話來WhatsApp 或者沒有手握著那個電話來看重要的訊息 所以很多時候都未必大家會肯樂意於握著兩隻拐杖 兩支時的的幫手的 所以這也是一個原因 有時候未必專程會用兩支時的 那就用一支了 我們還有另一隻手可以做其他工作 所以這也是常見的 為什麼我們很多時候都只需要用一支 不過如果用一支的話 我們就鼓勵大家在你不舒服、無力或者痛那邊的另外一邊手那邊握呢 那就會那個力量就會幫得更加好 這個就是我們在物理學上 怎麼應用在我們物理治療日常生活的方法 不知道大家還有什麼問題想問呢 這裡有一個問題有人問一下 磁場其實怎麼可以應用在物理治療方面的 我這裡就沒有特別講到磁場這件事 但是其實治療本身都是可以在物理治療方面應用的 因為在磁場的時候 我們會因為那個南極 大家記得磁場有南北兩個極 如果我們將南北兩個極動的時候 大家記不記得我們學習物理學的時候 因為磁場同性相距、異性相吸這個原理 其實原來我們身體裡面的細胞都有磁場的 因為我們身體細胞都是因為有不同的離子 在裡面有正負極的電子 所以其實我們每一個細胞都有正負極的情況出現的 所以如果當物理治療師利用一些外置的磁場儀器 接近我們身體的部分 假設譬如我們的膝關節踢球的時候扭傷 這樣就會有水腫 就變成腫了 又有痛令到你不能動 裡面的水成分都是有正負的離子 如果我們已經把磁場放進去的時候 在那個範圍 然後開著那個磁場 將它正負這樣動動的時候 那個磁場的引力就會令到你的細胞 因為同性相距、異性相吸的時候 就會有一個震動的情況出現了 這個震動就等於我們在一個細胞的層次裏面做一個按摩 這樣就增加它的活動 促進了它的血液循環 所以就令到它的水腫和一些令到它痛楚的物質 都會盡快排出 這樣就促進了它復原 所以這個就是磁場應用在我們物理治療方面的一個方法 好 那就由於時間關係 所以這裡都有些問題未必全部都可以回答 我們都歡迎大家 如果稍後有些問題的話 都很歡迎在日後再送用E-mail 或者其他方法就會再轉給我們 我們都希望很樂意可以幫大家解答 在今天的時候 我們就因為時間安逸 總之能夠解答部分 希望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下一些物理治療和一個物理學的關係 讓大家多些了解物理學怎麼應用在將來大家的工作或者日常生活方面 就讓大家能夠保持健康 讓大家每天都會開心一些 那這個時間以下就由於關係 我們首先很感謝大家 今天都能夠出席我們這次的網上的一個分享 如果大家有什麼其他的問題的話 都很歡迎大家可以E-mail給我們 或者給我們的學系 讓我們能夠和大家多一些的聯繫 OK 大家好 首先很感謝上次大家會加入我們的網上講 由B6101課物理治療師、物理治療師101 因為上次都是由於時間關係 所以有部分的問題就未能夠在現場立刻回答到大家的 其實我們事後都收集到大家很多的問題 我們都將它整合了 希望趁今天時間都和大家回答大家的問題 希望可以和大家多一些交流 在問題中其中有一條有些朋友想問 其實地球周圍都有地心吸力 為什麼我們可以在幫病人評估和做運動的時候 可以消除地心吸力呢? 其實這個也是對的 跟物理治療師有關的 其實如果大家看回這個圖裡面 我們發覺我們上次都說了 肌肉那個力量的測試是用地心吸力做一個分野 三級 如果病人真的不夠能力的時候 它就可能需要我們物理治療師 把他的位置轉成一個平方的位置 然後再做 其實怎麼可以理解到呢? 其實我想這次我們用一些小道具和大家解釋一下 譬如這隻腳就是我們上次說 是一隻寬外展關節 我們把腳從下面抵上來 這樣就代表它有三級以上的肌肉力量 但是如果這個病人真的不夠力把你的腳抵上去的時候 我們如果把他放平的人 把這隻腳放平的時候 就像平面一樣 這個平面就會完全承托了地心吸力對他的重量 所以病人跟著這隻腳依然做同樣的外觀關節外展的手續 他就能夠可以動動得到 這個時候地心吸力其實就用了那個平面 例如床或者你在一個圖裡面 見到物理治療師用了你的手力去承托了他 所以這個是一個方法 其實除了這個之外 有些朋友問 如果肌肉力量是零或者一 其實物理治療師怎麼可以做到這些事情? 如果肌肉力量是零的話 那就是說當時他可能因為譬如中風 或者神經腺受損 他就未能夠控制他的肌肉去做活動 如果在那個時候 物理治療師就會用我們的手力方法 跟病人做一個叫做被動運動 換言之就是說我們會用我們的手 支持他的手或者他的腳 然後我們幫他做那個關節活動的運動 這個就完全是靠物理治療師的力量去做的 但是如果不是 假如是那個一級的肌肉力量 就是說病人能夠動到部分 但是他又不能夠做完的話 物理治療師都是會用我們的手力去幫他 譬如真是肌肉一級的 他只能夠在這裏 把腳輕輕動到一點點的 他做不完的 那我們就理治療師 會利用幾樣東西幫他 第一樣我們可能利用地心吸力 為什麼利用地心吸力呢? 大家看看這塊板 你當它是一個斜板 如果我的人平在這裏 我們將它90度平的話 那它動動的時候就會這樣 外展肌肉 但是如果我把這塊板向下傾斜 你會看到什麼? 就是說地心吸力是變成一個助力 是幫助他向下的活動 如果用這個方法 即使他只有一級的力量 都可以比較有大一點的幅度的活動 這樣就可以幫助他了 這一個也是應用了地心吸力 在我們物理治療師的應用 另外我們也可以利用物理治療師的手力 幫助協調去運動 你看到在這張圖裡面 現在那個鏡頭裡面 我們都會用了一些懸掛的系統 其實就是同樣的原理 我們利用了懸掛系統 將他的腳的重量提起了 那他的重量 地心吸力的重量 就被我們平衡了 所以他只需要把寬外展關節向外活動 就可以做到肌肉的訓練 所以這個就是利用 如果病人的肌肉力量比較低的時候 我們怎麼可以做得到它 這就是一個方法了 另外有人問一下 其實有沒有其他辦法 可以幫助病人減低關節的壓力 其實我們上次都有提過的 其中一種最簡單的就是 我們將病人的體重減輕 就是我們不要超重 俗稱叫做 另外就是說 要減低槓桿原理 我們做的動作 不要太利用動作太遠 令到槓桿增強太多了 另外就是用一些助行用具 也有朋友問 其實除了用視的 有沒有其他助行用具可以用的 其實是有的 比如你不用一支的視的 你握兩支的視的左右手都握 其實就是有兩個輔助力量 自然都會幫到它好一些的 不過上次都說過了 如果你兩隻手都握著 這些助行用具的時候 變成你沒有手打電話 沒有手去做社交媒體 所以可能功能上就未必是這麼好 但是另外又有些朋友問 如果除了這個之外 可不可以做一些事情 例如好像市面上很常見 會不會用一些肌肉的鐵帶 能夠幫助它呢? 好像這些這樣大家都看到很多 會不會我做了這些 連這些五眼六色的這些運動的鐵帶 就能夠幫助它呢? 事實來說 如果純粹講肌肉的力量 這些鐵帶這些此意的膠布 其實它是不會令你有更加大的力量增加的 它也不會減少了你那個關節受壓的能力的 它唯一的好處就是在你的肌肉或者關節上面 增加了你的肌肉和關節的敏感性 令你知道自己的關節和肌肉的位置 如果一個好一些的肌肉的敏感度位置的時候 令你的肌肉的反應是會快些的 所以能夠利用肌肉發揮的力量是好些的 它就不能夠因為黏了這些黏的鐵帶 令到你能夠減低了關節壓力 所以這件事其實是做不到的 所以另外有些問題 如果我用這個方法之外 其他還有什麼方法呢? 通常我們都建議大家第一件事 要注意日常生活的習慣的時候 關節的使用就不要過分在一個極端的位置 避免一個不正常的受寵 這個是最重要的 我們不是說你不可以去做一些比較浮重的運動 但是每一個運動去做之前都要做一些準備功夫 例如熱身 這些是很重要的事情 另外又有一些朋友問到 他日常發覺他的膝蓋的關節 很多時候去軟足或者踩單車的時候都痛 問一下如果帶個護膝有沒有幫助呢? 如果想了解這個問題 我跟著這張圖可能幫大家都了解一下 其實跟上次講一樣 如果我們做這個運動的時候 膝關節會受惹有什麼情況呢? 這裡這一塊就是我們俗稱的菠蘿蓋 而這個肌肉就是我們上面的大腿的四頭肌肉 當我們這個下面就是一個人帶 黏在下面的小腿骨上面 我們如果要伸直的膝蓋 力量會產生的就是這個四頭肌 經過菠蘿蓋奔骨作為一個滑輪 會產生的力量令腿去升起 如果大家看這張圖就會知道 我們身體的重心點在這裡 當我們走路上下樓梯 例如你上山下山的時候 我們要將人的體重升高降低的時候 就會受到這個距離 這個槓桿原理的影響 換言之如果你的關節屈曲越大 例如你上山的時候 腳踏很大步很高的話 你的關節可能就會屈曲到超過90度 於是一個關節受壓的一個結合的力量 壓下去這個奔骨和股骨就會增大 如果這個受壓是因為你的體重的關體 和屈曲關節的關體而產生 所以如果是因為這樣的關體 其實你帶一個護膝 是不會幫助你減低它的壓力的 不過你的護膝就可以令你的肌肉 周圍就多一個外面的輔助 如果你的肌肉本身的力量不太好的時候 就多一個輔助 讓你的關節的敏感度高一些 就擺在這個位置好一些的 所以這個就是主要它的幫助的 另外有些朋友就問 除了這樣之外 我們剛才也說了 我踩單車都會痛 那是不是有些什麼可以做呢 其實如果我們看看 如果說踩單車有些事情要注意的 剛才那個膝頭哥我們說過 如果你屈曲得太緊要的時候 它一個內向壓下去 波浪蓋的力量會很大的 所以如果你想避免你踩單車 踩得長的時候 會出現膝頭哥痛的關係 那我就會建議大家 就要留心一下你的椅位 俗稱那個椅位 就是那個座位和那個腳的關係 我們發覺很多的力學的原理書都說 你們盡量這個角度 當你把腳伸到最直 由踩單車把腳踩到大約六點鐘的位置的時候 這個膝頭哥的角度 大約保持這個150度左右的位置 那就是比較好些 那壓力就會比較少些 那令你踩單車的時候 對於膝頭哥的傷害就會比較少些 所以調教理想的座位高度是非常之重要的 所以如果大家想避免因為做踩單車運動 而盧鑽石頭哥的話 那就要在開始之前 就要注入這個力學的關係 那就要調教好這個座位 這個就比較重要的了 另外有些朋友也提到 建議我們下次如果有機會的話 再講一下其他問題 例如現在最常見的低途軸 怎麼用電話 這個也是相當有趣味 也值得可以講一下的 但是上次時間關係 所以我們今次都講不到的 我們都會保留大家的意見 希望如果我們明天再有機會 再做這個網上這個講座的時候 可以將大家有興趣的題目都會放下去的 另外一方面都在那個講座中間 有些朋友問到有關 物理治療學系收生的情況的 在這裡因為我也不方便 講得太多關於收生的情況的 不過也很歡迎大家 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參考我們的康復治療科學系 我們的網頁 在那裡也會有比較詳細的一些資料 解釋給大家知道 我們物理治療系收生的情況 那就是有關上次的題目 我在這裡的一些補充和解答 就到此為止了 很感謝大家支持我們 希望將來有機會 大家都會繼續可以和我們一起加入 再次感謝大家 希望有機會再和大家見面 多謝大家